在2022版的PR中 我们导入SRT档后 只能使用单一一个字幕轨 今天要分享两个使用双语字幕的方法 大家好,我是RAID 首先第一种方法 将准备好的SRT导入PR中后 拉到时间轴内 这时候只能显示一个字幕 我们先建立一个调整图层 调整图层的时长可以拉长一点 再用快捷键A 或者点选左方工具列的 向前选择轨道工具 按住Shift 指标会变成右边的图式 再点选字幕轨道 就会把字幕轨道全选 接着放开Shift 按键盘上的V 再按住Shift 点选调整图层 接着把两个轨道右键点选欠套 将欠套后的字幕 调整合适的位置 就会得到双语字幕了 第二种方法 使用Sumptitle Edit Sumptitle Edit是免费开源的软件 下载连结我会放在留言区 先到这个网站下载Sumptitle Edit 有安装版与免安装版 我这里选择免安装版 下载后打开Sumptitle Edit后 找到Option Choose Language 拉到最下面 可以选择简体中文 如果你不想显示音频与视频轨道 可以点选这两个图示 接着到选项 设置 快捷键 找到切换原文和翻译 这边你可以自定快捷键 我这边设定Ctrl加M 自定完成后 记得按更新 再按确定 接着打开中文或英文的SRT 看你要中文在上面还是英文在上面 这边我选择是中文在上面 所以我先打开中文字幕 点选这个资料夹图示 找到中文字幕 再到文件 打开原始字幕 翻译模式 然后按快捷键 Ctrl Auto Shift 加M 就会自动合并两个字幕了 之后按这个图示 就可以保存字幕 如果要英文在上面 中文在下面 直接按你刚刚设定的 切换原文和翻译的快捷键 然后按快捷键 Ctrl Auto Shift 加M 英文就会在上面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双语字幕制作方法